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插曲 刚才严先生说呢 对女婿的一个评判是 门不当户不对 她就憋着弄笔钱跑呢 对吧 对 我是真说的 您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有这么六七年吧 六七年 我就发现这孩子不实在 就发现他不实在 太不实在了 好吧 我为什么要一个小插曲呢 2014年4月11号 他给您借款十万 借期一个月 对 唯恐空口无凭 历此为惧 您六七 他结婚以后六七年的时候 您就发现这孩子不实在 现在14年了 给您借十万 就借一个月 您怎么就这么痛快 还答案给他呢 他做生意招一 一个月赶紧连钱 一个月就给我呀 我心想得了给他 您觉得他不实在 他有这个能力 一个月还你十万吗 他说做酒生意挣钱呢 25%的利 您从哪去考察 他做酒生意挣钱了 都听他说呀 都是听他说 你看看 您自己做这都互相矛盾 那李律师我想问一下 您如果要是这个男孩 一直躲下去的话 对他来说有些什么 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这个不现实 因为他躲下去 一定是权益之计 不是说他躲出去以后 这个债务就可以免了 债钱人是可以 把他夫妻俩都告了的 那么丈夫找不到 是可以公告送达的 公告送达照样可以判决 因为有房屋在那个地方 人家照样可以将来 执行那个房屋 因此丈夫知道这个法律规定 以后你走了是躲不了债的 相反你主动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些债权人 都是好哥们 好亲戚 当你抱着这个坦诚的心 正确面对这个事情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不管是夫妻 翁婿 勾业 女婿 什么样的家庭关系 还是我们的亲属 其实我们在处理日常的往来当中 特别是涉及到经济往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说 事出来了 解决不了了 然后我们就一推625 把责任全推女婿身上 这是我的另外一看法 为什么我刚才问到 严先生那没问题 多会儿就开始对女婿怀疑了 六七年前就有了 结果还是十万块钱一张嘴 借走了 想起来能还 看看吧 我还是说最重要的 还是看她的态度 因为钱这么多债 我也没能力还 因为毕竟是她从外面借的 我也没能力还 只能还是她还 所以主要还是看她的态度 请慢点赞订和点赞订阅